上市PCB大厂2368金像电 2022年全年营收327.85亿元 毛利率26.62% 全年税后纯益45.68亿元 年增56.07% 每股纯益达8.86元 金像电已配发去年鼓励每股现金3.5元 金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1年9月5日 公司为全球最大四伏器用版制造商 早期公司产品线以AMB版、光电版、网通版为主 近期公司积极调整产品线 逐步提高高毛利的四伏器版及网通版比重 降低低毛利的AMB版比重并退出光电版生产 2021年公司营收比重 印刷电路版100% 2022年Q3公司产品应用比重 四伏器61% 网通19% AMB15% 其他5% 印刷电路版简称PCB 是组装电子零组件所使用的基板 主要作用是集由印刷电路版所形成的电子线路 将各项电子零组件连接在一起 使其发挥整体功能 以达中继传输之目的 PCB应用范围相当广泛 包含有电脑及相关产业 通讯业 消费电子业 汽车 航态军用 精密仪表及工业用产品等领域 由于PCB并没有统一规格 大致可依柔软度及层数来区分 用柔软度来区分 可分为硬板及软板 用层数来区分 可分单层板 双层板 多层板等 PCB主要原料包含铜箔基板 胶片 铜箔 银等 制成为分拳 还养树脂等树脂 加上铜箔 及布纤纱布 结合成铜箔基板 在精油压和 钻孔及镀铜等过程制作而成 公司生产基地 包含中立厂 苏州厂 长熟一厂 长熟二厂 依据试调机构 Prismark统计 2021年 全球PCB总产制约 799亿美元 较2020年的 652.19亿美元 成长率22.6% 2021年 销售地区比重 台湾22% 美洲11% 亚洲30% 大陆35% 其他2% 投雇法人指出 第二季伺服器客户 虽持续进行库存调整 但金像电 在人工智慧 AI伺服器需求带动下 台湾厂产能利用率 有望自第一季的80%到85 提升至90% 配合新伺服器平台 渗透率逐渐提升 整体伺服器营收 呈现激增 目前AI伺服器 约占整体伺服器营收 低个位数百分比 预期2023年底 有望提升至中高个位数 AI伺服器揭开需求新篇章 长期成长动能 据爆发信 法人指出 目前AI伺服器 主要所使用的PCB板材 介于20-30层 预估毛利率将优于 新伺服器平台CPU主板 考量2023年 AI伺服器出货量机器仍低 预期后续出货量 年复合成长率 有望达2-3成 法人预估 金像电 2023年 AI伺服器 占整体伺服器营收 约5% 2024年将提升至8% 并带动伺服器产品组合转嫁 展望2024年 头顾法人预期 金像电将受惠 新伺服器平台 与400G交换器渗透率提升 加上预估AI伺服器占比增加 MB需求回温 以及下一世代 新伺服器平台 有望于2024年退出 推升层数 规格升级将带动单位售价 及毛利率成长 金像电是伺服器 网通用版供应龙头厂商 今年首季 来自伺服器相关营收 占比56% 其次网通24% MB约14% 其余为其他应用 虽然目前AI伺服器 在总体伺服器中占比仍低 但后续随市场需求 有望快速成长 法人分析 金像电为伺服板龙头厂 有望受惠此趋势 第二大供应商鉴顶 也有望搭上顺风车 法人预测 金像电2023年 来自AI伺服器营收 占比约3% 贡献约10亿元 初期出货量低 但随市场需求将快速成长 鉴顶耕耘伺服器领域已久 去年营收约六分之一 来自伺服器领域 正积极认证AI伺服器 由于该应用对层数与技术要求较高 能避开红色供应链竞争 这一集影片到此为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